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报道指 刘诗诗此举令部分粉丝伤心 他们都希望偶像能够多陪伴父母 而不是跟别人的父母过节 事实上 刘诗诗与吴奇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台北看家人 诗诗产后复出一直留在上海拍戏 吴奇隆带着孩子陪在他身边 春节的时候 他们回家孝顺父母 也是人之常情 粉丝会不会管太多了 龙诗夫妇逗留台北已经快要一个月 直到2月28号 媒体才拍到他们的行踪 据报道 当天傍晚 龙诗现身中山去街头 两夫妻想要品尝米其林一星餐厅 名服台菜海产 但可惜餐厅没开门 男人也不生气 牵着手到公园欣赏夜莺 十分浪漫 刘诗诗怀孕的时候在台北待产 当时吴奇隆停工陪伴太太 是十足的好男人 据悉 名服台菜海产规模不大 店内只有六桌 招牌菜是6000元台币 约和1393元人民币一份的一品佛跳条 需要提前预定才能吃到 吴奇隆与刘诗诗逛街的时候 一般都会打扮得低调朴素 尽量让自己融入人群 不被路人认出来 这天吴奇隆身穿身色衣服 戴着口罩 背着杯囊 而诗诗戴帽子跟口罩 不仔细观察的话 还真的很难认出他们是大明星 发现餐厅关门之后 吴奇隆劝着刘诗诗走到餐厅旁边的公园里面 虽赏凋谢了差不多的樱花 此时 可能吴奇隆跟刘诗诗有聊天 来人声音辨识度非常高 很快就惹来了路人的关注 有疑似粉丝的人惊喜转头看着龙诗的背影 似乎已经认出了这对夫妻 吴奇隆很快就发现有记者拍照 他第一时间保护老婆 带着点杀气望向镜头 面对热情的记者 诗诗则选择躲在了老公身后 最后 吴奇隆安抚妻子 独自走向记者 伸手挡镜头的同时 婉拒拍摄 对不起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过年期间 吴奇隆在社交网公开了很多旅游照 媒体猜测 这次龙诗夫妇没有留在家中见亲友 选择出外度假 足迹遍布台湾 享受慢生活 关于刘诗诗和吴奇隆的恋情 追溯源头就是当年内部风靡全国的穿越剧步步惊心 不知道是天意还是怎么 最近一步步惊心演员轮番也热议 先是姐姐若兰的扮演者刘新忧 因为小孩事件在热搜第一挂了一天 再是四爷吴奇隆被误认为路人被保安拿下 如今 妹妹若曦因为演技和感情再度引发关注 刘诗诗素来有气质女神之称 在观众眼看来啊 这等美得不可放物的女神级人物 并然是不食烟火味的 但偏偏28岁风华正茂的刘诗诗 选择嫁给了大自己17岁的男人 这不仅让大众觉得不可思议 更引发了粉丝的不满 吴奇隆出生于1970年 在摆摊时被星探发现进入娱乐行业 和四友鹏 陈志鹏二人组成小虎队 成为当时最火的组合 当年小虎队的影响力可不比如今的TFBOYS差 风光无限的吴奇隆并没有因此感受到愉悦 因为笔直的他负债累累 据悉 当年吴奇隆父亲因为赌博签下2000万巨款债务 而还债的重担都压在了这个当明星的儿子身上 那时的他不得不每天拼了命的工作 哪怕是看着制作就不达标的影视作品 也会因为报酬去拍 整整12年 吴奇隆才摆脱负债压力 吴奇隆最辉煌的日子当属小虎队时期 之后 转型演员后的表现亦是可圈可点 最近 在综艺节目元气满满的哥哥中 更是让人发现了他搞笑的本领 当然 除此以外 吴奇隆在自己的感情上也收获颇多 小时候的吴奇隆是典型的帅哥 每天围着他转的小女生没有几十个 也有十几个 据悉 12岁的时候 吴奇隆便有了自己的第一任女友 小女孩普普通通 在一众追求小吴的女孩子中并不出众 而吴同学也丝毫不避讳地接受其他女生的爱心早餐 这样原本就自卑的小女孩内心产生落差 最终导致遵守 成为艺人后 吴奇隆和幽欢派对的蔡宇伦 才出爱情火花 但鄙视的小虎队名气大增 粉丝的战斗力极强 公司禁止谈爱 加上狂热粉丝的抵制 二人的感情刚刚萌芽 就被连根拔起 1991年 小虎队成员陈志鹏入伍 组合暂时解散 独自发展的吴奇隆还在和父亲欠下了巨额 债款做斗争 而公司为了弥补小虎队解散后市场的空缺 找来了徐若轩 吴佩宇 王思涵组成少女队 就这样吴奇隆和徐若轩二人再次相遇 甘柴遇上烈火 势必一点就着 曾经轰动一时的荣兵吻主人公就是这两位 但懒人的恋情遭到了吴母的反对不欢而散 时间来到1999年 和徐若轩告别后的吴奇隆 因戏和同命相连的蔡绍芬变成无话不谈的知己 进而发展为恋人关系 懒人一个替父还债 一个为母还债 感同身受 原以为这段感情会有结果 但吴奇隆在遇到回族姑娘 玛雅书后很快便调整了爱情传播的方向 禁止走向玛雅书的怀抱 相恋两年的两人选择结婚 但婚后的生活却不尽人意 据吴奇隆自己爆料 结婚两年自己和老婆同房的次数不超过五次 随后懒人又各自的爆出桃色新闻 2009年结婚七年的二人 再一次前往民政局拿了离婚证 随后吴奇隆还和自己的经纪人 人愿传出绯闻 不过双双否认 2010年小虎队合体春文舞台 2011年吴奇隆和刘诗诗主演的现象集友诗剧 步步精心播出 四爷和若曦的感情从戏里延伸至戏外 2013年二云关系恋情 此后高调出席各大红毯 疯狂洒堂 两年后红本本见证二云的爱情 去年四月底迎来爱的结晶 吴奇隆的感情史丰富 倒也应了那句话 对的时间 遇上对的人才是最好的结局 虽说吴奇隆比刘世世大很多岁 但是光凭此就质疑二人感情 显然是不客观的 如今 俩人不仅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 更拥有了自己的爱情结晶 幸福与否 只能有其自己判断 祝刘世世新剧收视成红 也祝愿他和吴奇隆幸福长久